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也迷人。 看他的新年写真,了解他的优雅魄力。 近期,杨子发布了一组新年写真,让人们眼前一亮。 杨子在照片中身穿红色针织衫,笑容满面,充满温柔的魅力。 照片中的杨子,妆容以红色为主调,与其上妆的质地相搭配,凸显出他的端庄大气。 身穿黑发红衣的杨子,红唇魅力四溢,实在是让人心动。 他浅蓝色的眸子热切而明亮,透出他的柔和与深邃。 仿佛在冬日的寒冷中,只有他的微笑如春风,让人沉醉在其中。 他手持红灯笼,优雅的姿态仿佛会制出一幅黏洁的图画,仿佛可以听到灯笼轻轻晃动的声音和新年的钟声。 当然,一提到杨子,人们不得不称赞他精致的五官和皮肤。 白皙的皮肤好似乳白色的淘气,透出一种精致透亮。 细长的颈薄,凌空的锁骨,更加凸显出他高雅的气质。 杨子通过这组写真,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新年风貌,无论是妆容、衣服,还是他的笑容,都传达出他温暖的祝福和无尽的魅力。 无论如何,他总能以最真实、最自然的自己,走进公众的视线。 说起杨子,我们不得不透过这些照片,去回望他的演艺生涯。 他,一个来自河南郑州的普通家庭的女孩,对演艺的热爱让他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,也带他走入了我们的视线。 在那里,他接受了系统的表演训练,也凭借专业的训练,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舞台。 演艺生涯中,杨子以出众的演技和无法抵挡的美丽,让他在演艺圈展露头角。 他以爱心满满的小职员蚯蚓一角,在欢乐送中深得大家喜爱。 在古装神话剧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中,他扮演的女主角紧密展现了角色从稚嫩到坚韧的转变,也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好评。 在年轻观众《最爱的亲爱的》、《热爱的》中,他饰演的安梦兮让无数观众心头动情。 杨子在演艺不同角色时的无比投入,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次深刻而真挚的情感体验。 漫步在杨子的演艺生涯中,我们也看到了他在社会中产生的积极影响。 他不仅为公益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,还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关注社会问题。 优秀的表演碰撞出了触动人心的艺术火花,也引领了中国影视的创新发展。 通过新年写真,我们又看到了杨子散发出的新的魅力。 新的一年,他依然坚持自我,用最真实,最自然的面貌走入大众视野。 他的美,既是外在的展现,也是内心的璀璨。 新的一年,期待杨子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, 也期待我们可以在他的故事里,看到自己的影子,追寻自己的梦想。 肖战上海飞北京,为晚上直播做准备,考验手速的时候又来了。 近日,肖战再次让粉丝们感到惊喜,他的行程再度紧密, 从上海赶往北京,为晚上的直播节目做准备。 对于肖战来说,这样的场景并不算新鲜,他常常因为工作而频繁奔波, 但是粉丝们却总能看到他一如既往地保持激情满满的状态。 肖战作为一线明星,工作任务繁重, 但他始终能够全力以赴地完成每一项工作。 这次的直播节目,将考验他的手速和反应能力。 直播节目中,他需要与主持人和观众进行互动, 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准确的回应。 对于这样的挑战,肖战感到既兴奋又紧张,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,在观众面前展现最好的一面。 肖战着实为这场直播节目做了充分准备。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,他专心地研究了节目的内容, 并和工作团队一起商讨策划方案。 他充分了解到,手速不仅仅是个人实力的体现, 更是团队的配合和默契的体现。 因此,他与工作团队进行了反复的沟通和排练, 力求在直播时做到游刃有余。 对于肖战来说,手速的考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 作为一名演员,他常常需要进行各种拍摄和演出, 这一切都要求他具备快速反应和灵活应变的能力。 他时刻注重提升自己的表演技巧和身体素质, 以应对各种不同的挑战。 无论是演戏还是直播, 他都坚信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和提高, 才能做得更好。 肖战上海飞北京,为晚上直播做准备, 考验手速的时刻又来了。 肖战用实际行动向大家展示了 他作为一名明星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。 我们相信,在他的努力下, 他一定能够在这次直播中带给观众们别样的惊喜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的精彩表现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